马上进行的比赛是一个特殊的比赛了 大家看到了中国选手陈新华 郭岳华 被誉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一对表演的运动员 他们也这次登场了 那我们知道呢 这次比赛也是国际评演主席沙拉拉特别推崇的一项赛事 也可以叫做花式乒乓 也可以叫做组合表演 实际呢 它不是以赢为目的 而是以展示乒乓球的这种魅力 可以说是把体育和文艺的要素结合起来 大家可以看啊 现在他们两个开始表演 一个攻 一个挡 然后呢 在刚才介绍的三个评委呢 他们要打分 分呢 是十分制满分 每个运动员呢 要表演三分钟左右 一对选手 大家看他们俩 那个球呢 越打越斜 然后到挡板外边了 郭月华 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球杆 这手杆非常到位 看了吗 又回来了 然后两个人交换位置了 所以必须打到自己的球台上 因为刚才他在那边 所以他必须要打到自己球台 又打回来了 需要三分钟的时间 表演需要三分钟的时间 现在郭月华在喊 这个前不久呢 他们是到了 山西的陆安集团 进行了一场表演 表演的非常生动 大家看一攻一销 又放弃高球 郭月华现在是 福建省乒乓球队的总教练 陈新华呢 现在在经商 但是呢也经常从事这些乒乓球的交流活动 大家看他几个球一块来 现在呢 现在呢表演也成了乒乓球的一项很重要的内容 因为他这个非常富于美感 而且有很好的娱乐性 现在这就有点表演的成分 陈新华呢 当时中国乒乓球队里的最漂亮的小伙 后来呢 他到英国 到这个国外去打球 现在回来以后呢 是在深圳 大家看到 退到地下了 各位话 还有一招 大家看 很快用出来了 他要把这胎子跌到肚子上 然后呢 他用肚子上来打 但是这个时候呢 已经到了时间了 按照规则呢 是三分钟的时间 来展示他们的魅力 然后根据他们的熟练程度 根据他们的难度系数 根据观赏性 最终呢要打一个分 现在看来评委不仅仅要打分 还要点评 这个确实啊 其实是很吸引人的 哦 打了九分 十分是满分 大家看看这位评委 因为郭月华和陈兴华的这种表演方式 其实呢 也是起源于欧洲 当时我听说呢 他们在 当时郭月华好像在德国打球的时候啊 他们经常呢 就在欧洲呢 就进行过表演 后来回到国内以后呢 又把表演呢 进行了这个 一些丰富 现在 这位呢 是给了八分 满分十分 现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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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一省路安集团 下面一个矿的 一个韩矿长 发来短信 他说 现在很多人都在观看这个比赛 他说你们是在哪解说 我们现在我和刘衡 是在北京在解说 这是在德国的 德布洛瑞克进行的现场比赛 我们也希望 广大的乒乓球爱好者 能够看到 今天的这个新奇的国际评联 新推崇出来的 这项双人赛事 也就是乒乓的 一个组合表演 一个八分 一个九分 大家看三分钟 也量是非常大的